香神网络图片 自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之后 地主就是一个被践踏甚至需要消灭的阶级 如果请中国大陆40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 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 是封建社会的典型被表 是罪恶的剥削阶级 他们品德败坏 横行相礼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 出租自由土地 并从中收取地租 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 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 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 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 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 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 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 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 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 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 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 又不愿意出卖土地 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 收取一些租金 这里没有十腰剥削 被剥削的问题 更不应该是十腰犯罪行为 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 那腰把钱存在银行里 拿利息是不是剥削 即使在文革期间 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 就其土地来源而言 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 也有一个过程 也有不同的类型 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 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 回家买了地 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产 不能说权势不易之财 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 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的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 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军事与平衡 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 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和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 孟子说 有恒产者时有恒心 这话的意思是 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 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 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对自己的生育负责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简朴 善于经营田秀才 规模 他们经验丰富 接受新生事物较快 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 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 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 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 杀的杀 关的关 关的管 生产资料瓜分的庆空 换言之 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 它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 决 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 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 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 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 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 孔孟之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有以及人之幼 近一代或者上兴市大学 或者到外国留学 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 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 成为新的绅士 95%以上的具有联平虚老 就既观寡孤独 铸教新学 就在赠灾 修桥 主路 新修水利 调解纠纷 倡导 倡导文化活动 舞龙灯 赛龙舟 唱大戏等的善举 举饭农村中一切需要钱 物的公益事业 慈善事业 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 并充当捐资 羡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叫好教育 进入官场 温坛 教育界 商场 工厂等 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 当年的地主阶层 即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 理所当然的成为社会的主流 那些读书不多无异于仕途的读书人 回到乡子后 因其品德 学问 主持正义 办事公平 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 掌握着村 乡 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 而当年的政府 限 即以上 是那样软弱 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 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 因此 大量地方事务便则无旁贷地落在 本乡本土有声望的附身地主的先头上 就经济而言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 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 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平民提供就业机会 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 村乡赋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 地主收足是土地投资的回报 工商继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 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中有为非作代之人 平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代之人 还必须看到的是 正如上文所说 地主大都是田秀才 事实上 农民需要的是土地 不是房子 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 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群的技术性手段 这种情况九十年代以来 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其实对消灭地主的所谓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 国内外早有看法 美国学者弗里曼 毕克韦 塞尔登和着的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中说 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 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 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 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 《非利浦·孝克》在《起锁着毛泽东传》中写道 《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 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火师说 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 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利的仇敌 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 这种仇恨心的结果 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 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 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 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 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